各位堅聊網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梁玉慧 隨著科技的進步 手機遊戲已經進入青少年 日常必定會接觸到的東西 過去也有研究指出 香港平均每一位青年人都會玩55分鐘遊戲 並列世界的前茅 但是在疫情之後也相信 這個數字只會有增無減 事實上現在很多手機遊戲中 雖然免費下載 但是為了增加遊戲體驗 所以經常要再購買遊戲點數 道具或者抽獎 這些方法 這就是我們坊間所說的課金 當然在自己可以負擔的能力範圍內 去到娛樂一下 是不是一件壞事 不過如果青年人 在心智未成熟的時候 或者在一個衝動的情況之下 有時就越給越多錢 最後就可能形成 除了財務上的負擔以外 甚至也會出現了精神上的負擔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青少年沉迷這個手機遊戲 而出現財務問題 並不是我們第一次聽的了 早前也有調查過 青年人最多或是平均 是花差不多兩千元一個月 在這個手機遊戲上 而且在你花費出去之後 要追討回來的話 經常會發生一些鬥分 而且網絡公司 也都未有被香港任何法例 或者守則被監管 與此同時 當我們的青年人 在這個遊戲上 花費太多的金錢 和家人也都會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爭執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彼此的關係 又或者因為財務的問題 而形成了這個精神上的負擔 到時呢 影響到我們精神上的健康 也是我們不想見到的事 老實說 當然啦 青少年玩這個手機遊戲 或者網絡遊戲 是非常之普遍 甚至乎近年我們的電競業潮 也是一浪子不浪 剛剛我們過去的亞運會 亦都有我們的香港電競隊 是拿到亞運會的獎牌 亦都是成為了 很多我們勉勵青年人去投身 一些新興行業的很多例子 但是 我們真的要想一下 應該怎樣去到第一 鼓勵我們的政府 為遊戲商定立一些守則 令到我們在有糾紛的時候 可以更加好地去到追討或者平衡 第二 我們當然要教導好我們青年人的理財方法 令到他們可以在娛樂之餘 亦都可以做好這個理財上的管理 令到他們可以平衡到 他們既可以放生到自己 打下機 而且亦都可以做到一個 平衡這個身心志的發展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